为0403地震的罹难者默哀一分钟 在15号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针对3号花莲7.2强卷灾后的重建 慢慢长路进行质询 目前救援行动仍在持续 而受创最严重的泰鲁哥国家公园 更是无限期风源 并且复远经费出估上看11 有关于争取灾后重建复远的经费 经过评估大约需要10亿元的经费 这我们会再跟行政院来提报需求 朝延立委也关注是否需要比照 921大地震和莫拉克风灾 提出赠灾重建战刑条例 同时也检视目前灾后善款 财存法人赠灾基金会 募款金额已经超过9亿元 但是赠灾基金会的重大天然灾害 震注和几标准从民国97年开始 就没有调整过 同样常年未调整的 还有园民会的相关辅助措施 园民会的辅助原住民急难救难 实施要点92年也没有调整过 然后园住民的天然灾害 园住民的住宅重建补助作为要点 你们100年以后也没有调整过 报委员这一年检查已经报到行政院去了 好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等愿和定制都可以实施 要很快的 当然就是04 03地震的特别条例 第二个一定要去修这个灾害防救法 去做比对哪些在921有的 木料科台风灾害特别条例有的 灾害防救法还没有纳入的 把它纳入进去 立委也强调在保法修正的必要性 要依照房价攀升物价通膨来做事实检讨 对此内政部回应目前在相关的受灾户住宅补贴方案提供重建或修缮的住宅贷款利息 补贴另外在租金补贴额度上三口以内每月8000元最高到8口每月1.8万元 不过0403强证灾后整体复原经费需要多少 内政部也说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初步评估 绝对新闻给我们提供罗安理法院采访报道